大家好 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任命可以躺平不行 欢迎大家上线 你和睦一起Hobby Break 任命可以躺平不行 可能你觉得不是你在讲什么东西 其实这句话不是我自创的 那是来自中国的新闻 中国大陆的新闻 现在中国大陆很流行这句话 就是任命可以躺平不行 问题起源于躺平 什么叫躺平呢 就是躺在地上睡觉 躺平 在那里头 那这个躺平的主义 躺平运动在过去这段时间 在过去几年 在中国非常非常的流行 这个躺平 就是讲到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 他们要走向躺平主义的生活 什么叫躺平主义呢 强调不结婚 不生儿子 不生女儿 不生儿子 不买房屋 买房屋子 很要命 在中国 特别在北京 不买车 不创业 尽量减少工作时间 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不失为别人而活 只为自己而活 这种的躺平主义 所以 令中国当局非常头痛 他们很不安 因为当你正在发展那种 事业 工业的时候 你需要很多工人 对吗 所以很多年轻人 他们不做工 其实也不能够说不做工 他们就做part time 一年里头做两三个月 OK 做了一点点 那就够用够吃 有一个地方睡就好了 这种躺平运动是背后带着 一种对整个社会 进入一个极度失望的 一分的这个心态 年轻人 祭福 不抱任何希望 在这个社会里头 他们 不受重视 他们被压迫 被老板吸血鬼 来吸他们的血 所以他们就进入 这种放弃 放弃的一种心态当中 那 当然 这个引起中国 这个官方的不安 所以这种官媒 就是官方的媒体 就不断地来 所谓的打击这种的躺平运动 打击他们 所以结果他们就出了一句话 任命 可以 为什么任命可以呢 如果你是虫 你就虫了 如果你的工作是这样 你就这样了 你所面对的问题 你没有钱买房子 就没有钱买房子 你不能够结婚 你不要结婚 那时候你就不结婚算了 你就认命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认命可以 你认命嘛 不要在那边搞这种 所谓的躺平 所以他说认命可以 躺平不行 因为社会要发展 不能够 允许年轻人 活着这种 懒懒散散的 他们觉得是懒懒散散的 的生活 所以说认命 年轻人 如果你在听我这个视频 你要认命吗 如果你正式陷入一种 极大的不安 失望当中 你要认命吗 如果你不认命 那你就看想办法 去改变一下 但是如果改变不到 可能你也会躺平 算了 那我在这里读几段 这个在中国 这些网友 网友 所发表的一些的思想 有关于这个躺平 的这件事情 其中一段是这样子的 两年多我没工作了 也没觉得哪里不对 这个勾力 没觉得哪里不对 我每天只吃两顿饭 解决问题就是解决一切 所以我解决吃的问题 解决住的问题 就解决一切了 我每月花费 消费 空置在200块人民币 200块人民币 一年我就做工一到两个月 其他时间我就躺在家里面 好像猫猫狗狗一样 躺在街上一样 所以他说 我觉得没问题 也有其他网友在复印 支持说 如果奋斗有希望 谁会躺平 你奋斗也没用 意思是说这个社会 在中国的社会 你奋斗也没用 你在台北 或者一些大一线的城市 你要买房子 根本就不可能 三四代以后替你还这个债 都还不清 这个也是事实 现在不简单 所以有网络里头的一些文章 他们就为了这些躺平族 躺平族 给他们一些的支持 他说 由于剥削和吸血鬼 就是老板 无论他们如何伪装自己 什么照顾 爱年轻的工人 什么 其实 他们所做的东西 谁都不会相信 在这个许许多多的 这些段落里头 网友所贴文 在网络里头 你可以看到 一个看到 他说的 躺平主义 就像字面一样 就是躺平 可以让自己安静的躺下来 不再挣扎 从容面对注定的结果 很有意思 不用挣扎 那么在网络上看到不少年轻人 表示赞同躺平 当然也有人反对 觉得这种是一种弱弱的表现 弱弱的表现 所以他说 我们不要跟这些躺平的人在一起 不然的话我们就变成蠢财 变成坏人 在这个反对跟支持的声音当中 你总是听到两方面的看法 他们说年轻人 年轻人那些反对躺平主义的 暂时看到一无所有 好像没有 有所有 暂时罢了 但是你们有年轻的资本 就是时间和精力 这是你们的资本 如果你们这样子躺平把它躺掉 那真是非常可惜 那只是开始的人生 为什么这么容易放弃呢 所以他说不要跟人家比较 年轻人就算你有一些失败 你这些比较是自己找来的 你跟人家比较 你看到别人比你富裕 比你有成就 比你好 那你就放弃 结果你就躺平 你觉得 这是明智的做法吗 当然这就是一些反对的声音 所以这个赞成的反对 各有各的道理 在这种充满变化的社会里头 这种在中国出现的躺平运动 什么时候来到马来西亚 有谁能知道 这真的很难说 其实这个躺平在外国早就有了 在美国早就有了 那些一笔很早就有了 睡在火车站 睡在地铁站 我们在美国读书我们就看到 他们宁愿睡在这些地方 也不要去那些所谓的收留所 让他们自由 没有的吃 全部够用 去做一些part time的 赚到了一点就把它用完 用完再去做过 自由自在 因为 全世界都是他 他的房屋 都是他的租手 他可以到处睡觉 当然 中国的躺平族 他们有自己的家 只是他们 就不出门 不花费 减低自己的什么 这种的欲望 减低自己的欲望 弟兄姐妹 我要从教会的角度 来思想这个课题 教会的年轻人 其实我们都会陷入这种状况 刚才我已经讲了 这种躺平运动 什么时候会来到马来西亚 这个很难说 当我们的社会 越来越像其他的 现金国家一样 房租很贵 买屋子很贵 薪水没有加 老板 给年轻人很大的压力 工作没有 所谓的展望 是希望 打一份工 基本上也是够吃 够住 根本没有钱说要成家立业 结婚生孩子 根本没有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状况 特别在金融波 如果稍微去做一个调查 其实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像这些世界的大城市 薪水没有加 但是 所谓的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 到一个地步 好了 我躺平算了 教会 教会 姐妹 赞成或者反对 这个不是今天我要讲 我们要思考一下 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些年轻人 怎么样帮助他们 今天你的聚会是什么聚会 教会的青年聚会是讲什么东西的 可能讲恋爱 讲职业 这些都很好 可以帮助他们 但是他们实际的困难 我们有没有真正触摸到哪个地方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你的教会的青年施工 你到底要怎么做 有谁可以真正的 可以了解到 整个社会带来的那种的冲击 特别是对年轻人 中国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 那马来西亚呢 新加坡呢 没有其他的地方呢 一旦出现 我们教会是否有超权 超权部署来帮助这些年轻人 那这个需要我们教会 多一份的思考 在我们青年施工当中 好让我们弟兄姐妹 能够年轻的弟兄姐妹 能够在教会里面找到希望 信仰给他们什么希望呢 弟兄姐妹 信仰能够带来他们那一种的动力 激发他们信仰的动力 去面对 充满天边万化的教育 这个社会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祝福我们下次见